歡迎光臨 徐先生, 你在做什麼? 你不是打算做不捨偶像派 轉行做跳舞歌手吧? 陳小姐, 舞蹈是最能代表當地的文化之一 我打算用我這新的舞蹈 告訴香港的朋友 澳門的曝國風情 你這樣也要跳舞嗎? 不如看看別人好看吧 怎樣? 現在每逢週末 在澳門不同的景點 都會上演中曝傳統特色的文藝表演 我們正在欣賞的就是曝國的土豐舞 他們最大的特色就是 將唱歌、奏樂、舞蹈融為一體 內容通常以喜慶豐收為主題 帶出歡樂熱鬧的氣氛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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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塔石廣場 以前這裡是波地 每次過來, 讓我想起 以前放學踢足球的情景 真的充滿著回憶 一個馬上一年的地方 行了, 這位大叔時代不同了 塔石廣場已經改建 成一個南歐風情的休憩廣場 這還是澳門文青的基地 很多年輕人在這裡開店 追尋自己的理想 我們的理念 其實想做一個屬於澳門的品牌 因為現在很多外來的品牌 本地澳門也有 反而原創或澳門的品牌很少 我們想做一個平台 幫助澳門設計師 希望澳門本地 也會有一個文創區 可以讓我們一些創作人 或藝術家的事業 原來澳門有這麼多 這麼有心的設計師 真是值得支持一下 不過你這麼獨特的身形 不知道有沒有你的尺寸 你放心吧, 你是專業的 就算你沒什麼身形 有這麼矮的也會找到盒身 非常會是新的 我們藝文青想扮有文化 當然要派出咖啡店 近年澳門有不少年輕人 開始在咖啡店 而且要玩得很精細 新文化 首先聞一聞咖啡豆本身原本的香味 這種也是阿祥阿肥亞的 本身有帶一點果酸的感覺 很甜甜的 但通常咖啡給人的感覺都是… 這杯是很厲害的,就是冰滴咖啡 已經滴了需要需時四至六小時 差不多整晚了 再放進冰箱裡面 好… 今集我們介紹過的景點 就是屬於歷史足跡之旅 大家只要跟著路線圖 還可以玩其他景點